小星一家只是去澳大利亚旅行 结果小星晚上就抢走了小绿的老公 男人突然觉得这声音耳熟 两人仔细一看原来认识 但还是忍不住 随后两家人打起了招呼 最惨的莫过于小绿 不但老公的床被小星给爬了 自己接下来的蜜月之旅八九不离世泡堂了 一晚上都睡不好 来之前想的都是这里的美好 如今脑子里只有一个玩意儿 石板好奇见到野员一家不应该开心吗 这种相遇可比中奖的几率还要低 石板终于知道老婆的烦恼了 温柔地告诉小绿 我们是来度蜜月的 小心一家玩他们的 小绿的心情这才由音转情 随后小夫妻来到餐厅吃早餐 可旁边还有四个空位 小绿立马感觉不妙 就在这时服务员就问他们可不可以拼桌 结果还没等石板回话 小姐 这里可以了 你们这么早啊 你们也挺早的 昨天睡得好不好啊小绿绿 你还好意思说 昨天就把人家小绿绿给绿了 董事的美牙和广志不想打扰他们蜜月 所以就不和他们拼桌了 没错没错 石板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 正要说没事就被踢了一脚 这时小心摸着肚子就觉得好了 别坐马上就好了 我们再等一下嘛 人这么多 你们就坐这儿吧 既然这样为了不打扰他们 广志提出这中间就假装有一面墙好了 还特意让小心懂事点 不要打扰他们 很快 随后石板和小绿报了潜水体验的活动 相信不管怎么样 带着小孩总不能潜水嘛 结果 什么 没想到我们会报名同一个活动啊 真是巧啊 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 就当作这里有一面墙好吗 嘿嘿嘿 嘿嘿嘿 谢谢观看